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因为我们下个月就要搬 从维多利亚搬到温哥华了 所以家里还有一些罐头 或者不能吃掉的包装食品 那我们就准备捐到维多利亚 第一个免费的社区服务食品服务站 也就是你有东西可以捐到这里 别人有需要可以过来免费拿 爱拿多少就按需取 所以现在就带大家看一下 到底免费的食物账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社区冰箱后面就是别人家的院子 估计是他捐出这一小块地方 就放了这些 就这两个小东西 这个小小的社区冰箱 里面东西还挺多的 很多菜 新鲜的菜 还有罐头食品 我本来有会有很多人过来拿的 刚才过去也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概念就挺好的 你如果有东西吃不完 就可以捐到这里 那有需要的人就过来拿 特别对那些流浪汉来讲 有一些可以及时的罐头食品 我觉得对它们应该很有帮助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去一个 墓里面买点东西吧 我要买一个裤子 现在我来到的这个mall 叫Uptown 直面翻译就可能就是 离Downtown 上面一点的地方嘛 这个mall挺大的 而且在今年夏天的时候 它在mall这边地上涂了好多涂鸦绘画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它整片这个道路涂的都是这种涂鸦 就有很有一种夏日的感觉 但今天非常的热 现在去买一个裤子 好多人坐在这晒太阳 去H&M 买了一双鞋一个裤子 这里挺漂亮的 说不定就在这里走一走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Uptown的样子吧 这夏天的气氛很浓啊 这周都非常的热 所以没有什么人坐在这 前几天温度甚至打到了38度 温哥华好像有39度 有些地方都40度了 哇 这边用乒乓球可以免费打 挺好的 哇 这边还有水池 虽然天气这么热 哇 到这水池玩耍很 很清爽 Uptown这里的建筑物跟环境 是我觉得在维多利亚 算是最好的之一吧 这里还有个小电梯可以上去 这里 这里还有个小喷泉 从这里可以俯瞰刚才下面走上来的 全景 上面也是挺大的 对面有个图书馆 现在夏天到了 这个都挂的都是花 到处都是花 这几天 整个比西省是非常的热 还有不好的消息 就是有100多个人 好像是因为热 温度太高 猝死了 其中有很多老人 所以这种天气一定要注意 这个避暑 最好待在家里 催催空调 没有空调的 催催冷气 催催风扇 最近温哥华跟温哥华岛这里 维多利亚的疫情已经豪装很多了 维多利亚基本每天 整个岛 温哥华岛大概 每天新增三四例吧 但是今天 这个卫生官就宣布 第三步的解分了 也就是说 在室内 可以不戴口罩了 口罩只是建议 而且聚会 最多好像可以在 有5000人的聚会 在一个足足场 也就是说什么 演唱会 什么表演 都是可以的 上周去BCIT考的数学测试 但是今天应该已经第六天了 成绩还没有下来 所以我今天发了个邮件 发了个邮件给 给考试中心 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出结果吧 好了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几天天气非常炎热 大家注意防暑 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哦 bye by bwd6 感谢观看